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跟人抬杠 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词叫做杠精 顾名思义就是特别喜欢抬杠的人 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跟人唱反调 通过抬杠获取快感 生活中的杠精也并不少见 为此 网友还专门总结出了杠精的四大类型和三大定律 四大类型分别是 爱泼水专业户 实力疯狂打击型 自我感觉爆棚型 没事挑事成隐型 而杠精的三大类型则是 理解力不好 战斗力爆表 表达力不好 存在感爆表 对方说啥不重要 先反驳了再说 甚至还有网友直接给出了方法论 如何快速识别一个杠精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我即是世界 我没见过就是假的 世界即是我 我不相信就是假的 总而言之 这些人就是喜欢试试找茬 处处抬杠 通过唱反调来刷存在感 微博上曾有个短视频 叫做挑刺狂魔 在发布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引来了五十多万个点赞和五万多的转发 视频中有段对话是这样的 A 咱们前台小姑娘今天穿的西装挺好看 B 你是在影射别人穿西装不好看是吗 A 不是啊 我就是觉得女生穿西装比较打眼啊 B 那男生穿西装就是平庸 无聊和没品味咯 A 不是啊 我觉得男生穿西装超帅的 B 所以不穿西装的男生就是丑呗 A 不是 你误会我了 我就是想说那小姑娘今天打扮得挺好看的 B 女生穿什么重要吗 对女生的外表指指点点 这就是对她不尊重啊 总之无论A说什么 都会被B挑刺 到最后A 无奈地感慨道 到底要怎么说 才能让人挑不出毛病 生活中总有这么一些人 不管你说什么 做什么 他们总能华丽丽地给你当头一棒 那些从他们口中说出的话 就像糖衣炮弹一样 让人遍体鳞伤 就像风刀利刃 让人刀刀见血 他们总以为可以通过抬杠的方式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感 可殊不知 无理取闹的抬杠反倒暴露了自己的层次不足 作家李小默说 始终要在言语上胜过他人 是我见过的情商最低的行为 在言语上给别人留点余地 留个台阶 即使不认同 也不能不尊重 所谓的高情商就是懂得好好说话 而好好说话的前提就是不跟人抬杠 成熟的人不是懂得更多 而是能容不同 罗素曾说 只有玫瑰和茉莉一同开放 这个世界才会有参差多态的美 世间百态 各有千秋 允许别人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提出不一样的看法才是一个人的格局所在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北宋时期的名相 他们一个是改革派主张大刀阔斧的整顿 一个是保守派主张沿用之前的治国方案 两人政见不同 互为政敌 却能够做到互相尊重 当司马光被赶下宰相宝座时 其他人都避而远之 皇帝询问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看法 王安石说 其人品 能力 文学超绝 正是因为得到王安石对司马光极高的赞誉 让司马光即使失去皇帝信任 也依然能够全身而退 后来王安石上台大力推行改革 却因为触动当权者利益 遭到众多官员的弹劾 无奈之下 皇帝只好将他罢免 重新任命司马光为相 这时候 不少人见风使舵 跳出来告王安石的黑状 皇帝听后征求司马光意见 司马光说 其胸怀坦荡 有古君子之风 因为司马光的力保 王安石逃过一劫 免遭无望之灾 皇帝听完 对二人赞不绝口 倾等皆君子也 就如论语中所说 君子何而不同 真正的君子 即使观点不同 也能彼此尊重 台湾作家白先勇和主持人 陈文倩是好朋友 当年 白先勇曾凭借 牡丹亭一举成名 轰动两岸三地 但陈文倩对他并不感兴趣 白先勇知道后 便很少当着陈文倩的面谈 及牡丹亭的演出情况 更不会请他发表意见 两人虽然对待牡丹亭的态度 截然相反 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继续做朋友 在一次采访中 陈文倩深有感慨地说 对此 我非常感谢 她可以创新 我可以顽固 谁也不去说服谁 俗话说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这世间万物 本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别把自己的喜好当作标杆 去衡量别人 毕竟 这世上谁也没有义务 要按照你的标准行事 三观不符 不必互相说服 当我们用平和的心态去包容彼此的不一致 日子就会舒坦很多 学会换位思考 看不惯的事才能越来越少 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位婆婆 整日愁眉苦脸 经常跟邻居诉苦 说自己的儿子命苦 娶了一个懒老婆 我那个儿媳妇啊 好吃懒做 每天睡到日上三干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每天早上 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他吃 真是太过分了 邻居反问她 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 这位婆婆立马由音转情 笑着说 是啊 过得很幸福 婆家待她很好 什么活都不用干 每天睡到大中午 女婿也很照顾她 每天煮好东西 送到房间给她吃呢 诗词天地中有云 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别人 所得出的 永远都不会是好的结论 这世上 很多不满的产生 都是因为没有推挤及人地 考虑别人的感受 很多隔阂的出现 都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地 设想别人的处境 那些你看不惯的是 换个角度看 就舒坦了 俗话说 横看成领侧成风 你站在不同的角度 看到的便是完全不同的风景 学会换位思考 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 看待问题 多一分体谅 多一分包容 毕竟 很多的事情 若是出发点不一样 得出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唯有将心比心 彼此的心才能更近 双方的情才会更浓 内心通透的人 看什么都顺眼 生活中 总有那么一些人 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标准 把自己的喜好当作规范 只要是与他不一致的 都会被他嗤之以鼻 说三道四 可是 这世界本就是多姿多彩的 个人有个人的处事标准 个人有个人的喜恶偏好 谁也没有必要 按照你的标准行事 别用既定的认知 去旷死别人 别用自己的尺子 去衡量别人 以己夺人是最狭隘的处世之道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你要学会包容世间万物的不同 你要学会理解云云众生的各异 看谁都顺眼 是一种觉悟 也是一种修行 内心通透的人 未必懂得更多 但是能容不同 就如作家向日葵所说 看人不顺眼 是自己修养不够 把一颗心修好了 看什么都顺眼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